哈啰 大家好 我是伟恩 欢迎来到泰坦总级马拉松第21集 双脚童子 没错啦 这边也代表了一个里程碑的结束 什么里程碑呢 当前平民合成泰坦的结束 对 最后一支平民合成泰坦双脚童子 然后莉莉思表示 我们还是要来搞你一下 怎么搞呢 就是他的魂石只能从谎言书里面出 然后谎言书是当前最高难度的那个 最高难度的那个叫什么 勇者之书 真的是搞人不一余利亚 莉莉思 那其实双脚 双脚从他合成配方里面 我们实在看不太出来什么 实在看不太出什么 有啦 那个狮王有毒的特性保存下来 狮王 你说那支泰坦 不是不是 左下角这支狮王 如果早一点出 他如果可以拉到还叫刀塔传奇那段时间出的话 哇 这支角色真的超强 可惜他是在小冰冰传奇的时候才出现 甚至不是决战胜域 他拉到决战胜域那段时间 他可能都还有用 但是他出在小冰冰传奇 失望 可惜啦 可惜啦 那双脚童子其实好像没有继承这些合成配方什么东西啊 那我们还是直接来看角色吧 双脚童子在这边 我们首先看到他技能部分 大决练 那让葫芦离体 然后把血量最多敌人吸入并练化 造成持续伤害 那葫芦离体的时候呢 吸入的敌人会分摊双脚童子一半的伤害 然后葫芦释放敌人的时候还会造成伤害 那吸入的持续时间和伤害跟他的力量有关 那如果敌人在葫芦中死亡呢 那本场战斗的葫芦就不会回归了 就是我葫芦弄死人了 那我就把他关着好好关好 所以就不能再用葫芦了 那如果只有一个敌人的时候呢 不会吸入会直接造成伤害 那那是个趴伤还算不错 还蛮痛的 那简单来讲就是双脚童子 他其实本身坦度并不是算很优秀 但是他的坦度就建立在他这个大决练上面 他可以藉由让敌人把他分摊伤害 让他的坦度达到另外一个层次 还算是蛮不错的 然后他第一个小技能正 那如果葫芦在身上呢 就是葫芦中喷出烟雾 然后并短暈眩前方敌人 如果葫芦离体的话呢 他会吐出烟雾残料单个敌人 使之晕眩 那晕眩时间跟双脚童子力量相关 简单来讲就是 有葫芦就是AOE 没有葫芦就是单体 对 那再来爆 如果葫芦在身上呢 就是拿葫芦吹地面 打范围内敌人 然后单纯一个伤害剂 那如果葫芦离体呢 就是顿入雾中向前移动 并下落攻击周遭敌人 那就是都是个AOE攻击 可是有葫芦就是原地 没有葫芦就是一个会位移的攻击 对 再来禅 双脚童子烟斗中飘出的烟雾 会持续围绕身边 增强他的命中及吸血 并使周围敌人中毒 还有持续减少生命 那葫芦离体时呢 会更毒 对 那当初我非常之吐槽这招惨 为什么呢 有没有看到 双脚童子的装备里面啊 是没有挂那个项链的 那没有项链代表的是什么呢 他没有命中 他没有命中 那这个50的命中补阵呢 诶 这50的命中补阵是从哪来的 是从技能来的吗 也不是 那这50的命中是从哪来的 反正他就慕名其妙 只有这个50命中而已啦 本身装备给予灵命中啊 有点凄惨啦 所以使得双脚童子 其实他的招式是很容易打空的啦 因为他都是物理招式 大绝不会放空啊 大绝不会放空 如果大绝会放空呢 真的就不用玩了 这只角色 整个人就是建立在大绝上面 没有大绝这只角色 大概也是 不怎么OK啦 不怎么OK的角色 但是有了大绝之后 其实双脚童子算是蛮猛的一只角色 那 他也算是一只尊绝不凡的角色 怎么个尊绝不凡的呢 刚刚就有讲了 最后一只合成探谈吗 不是 尊绝不凡的点在于 他是 本来应该第一个有至宝的角色 对 本来应该第一个有至宝的角色 是他 对 在陆服是他 可惜在台版被迷雾给抢先了 是这样的 那我们来看看 第一个尊绝不凡的至宝呢 首先加了300力量 2万滴血 然后200的物攻 你就会看到 其实双脚童子加的都是 别人家的主属性 就是别人都是前面两个 好像很不错 然后最后一个鸟鸟的 然后你就可以发现 其实双脚童子加的都算是不错的 不过 对他来讲200物攻鸟鸟的 因为 他就是个坦而已 你跟他物攻其实没有太大作用 那他三星自宝 真的一开始看到双脚童子的自宝的时候 整个人都觉得 哇 自宝的东西 真的会把一些弱势态产带到一个巅峰 就是他三星自宝 练 吸收的敌人分担95%的伤害 等于说双脚童子只要开大 他就是几乎不会死 因为他有着95%减伤 95%减伤是几乎免伤的概念 你随便再带个 什么谢师傅 或者是那种 有可以帮队友减伤的角色 双脚童子就对你无敌 基本上跟无敌差不多 相当强悍的一个自宝 我想哇 自宝原来是这么猛的东西吗 想不到是只有双脚的有这么猛 后面都跟那什么拉气一样 大概是这样 那再来 残的伤害提升50% 这就是相当鸟的技能了 不过 回头看一下 有个叫狮王的人 他的是欧拉欧拉拳提升30%伤害 好惨啊 好惨啊 虽然说一个是三星 一个是四星 不然你也给狮王一个 有盾牌的时候95%减伤 超强的 可惜没有 梦中想就好了 最后 他的五星 就是每次成功晕眩 敌人将获得额外的能量 那他的晕眩招式就是这个震 然后这个暴只有攻击而已 对 所以这个震会晕眩 但是因为他也只有这两招 所以他这两招 就是这两招轮流施放 而且他的施放频率算蛮高的 就是轮流施放的状况下 他 而且他是 但是他的说法是 每次成功晕眩 敌人将会获得额外能量 所以其实在双脚本身 自己能量填充 不是很快 虽然是前排 但不是很快的情况下 他可以更快的填充 把能量充满 然后开出大绝 然后把人家吸进去 接着开始弹 对 而且因为他受力量加成的关系 他的时间受力量加成 所以变成说 双脚通子只要越高薪 他那个减伤是可以存在着越久 那在 在他存到能量开 下一次大之前 他可以有越久的时间 保持着他的95%减伤 算是个相当强悍的技能 跟质保 真的 这个质保好强啊 怎么后面的质保 长得一不一样 再来看塔罗牌的部分 这就比较悲催了 都抽不到 呃 愚者受伤回能 那力量就是力量 那战车是物攻 基本上 没有什么好商量的啦 就是力量啊 就是力量 没什么好商量的啊 因为双脚也没有 他也没有斗士的成分存在 就是一个 纯坦 哦 所以就是 没错 给他力量 不用商量 就是力量啦 那宠物的部分 宠物的部分也很简单啊 血液八哥小GG斗牛啊 就是力量系的就对啦 也没有什么好商量啊 坦 纯坦就是这样 基本上没什么好商量的 那他的装备 他的装备 其实我不太清楚 他的装备有什么 这个就 嗯 有知道的人可以讲一下啦 看他的第六件装 有些什么 我猜力量系 应该会有那件 屠戮铠甲 那另外一件 会是杀肉吗 会是杀肉吗 那 在双脚童子本身 他有60% 捡控的情况下 其实他就是 坦在那就好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 他捡控 反而不是很需要 因为他大爵没有那么容易被打断 他大爵跟小招 哦 他的小招其实施放还蛮容易被打断 可是打断 被打断那个用检控也没有用 对 用检控也是 还是会被打断 所以其实他装备 如果有屠戮铠甲的话 我可能会建议穿屠戮铠甲吧 我猜啦 力量系的应该会有一件屠戮铠甲 因为屠戮铠甲 那个 就是 大爵 大爵消耗降低10% 意思说可以让他更快开出 下一次大爵 反正双脚童子这只坦克 他的 他的生存就是围绕在练 有没有吸到人 他的葫芦里有装人 他就是超坦 没有的话 我们讨论一下 大概是这样 那综合评价的部分呢 推图啊 双脚童子 其实他出的时间 正好都对不上一些推图的时间 那 他推图来讲 其实不太优 不太优 问题就是在于 因为他的坦度建立在他的链 他的坦度建立在他的链 所以导致说 如果你的葫芦中没有人的话 双脚童子是很容易包庇的 对 所以我们推官 需要是稳定的坦克 因此不会需要双脚童子 那 再来高强度场合的部分吗 其实他不错 他不错 前几天的试炼之塔 我就拿他去把那个Boss先吸起来 先把Boss吸起来 我们先把小怪清完 再把Boss放出来 我们再慢慢跟他打 是打山羊吗 好像就是打山羊的样子 对 打山羊的时候 差点超时啊 这礼拜 这礼拜的森林之怒 我觉得很不妙 可能会超时 对了 这部影片上的时候已经 这部影片上的时候已经 森林之怒可能拍完了 这部影片上的时候 森林之怒应该已经拍完了 对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忘记这是运录影片 变成在讲过去的事 反正他高强度关卡 还是有他一定的作用 那个西人先让一个敌人离场 算蛮强的 那竞技场的部分 双脚童子的回能 实在是真的慢那一种 虽然他是前排 可是当前能量控制 实在是太威猛了 再加上他没有开出链的情况下 要秒杀他也是很简单 虽然他的竞场是 从中后排的地方 慢慢飘下来 他不会第一个承受到伤害 但是但是 他也没有什么 可能够翻盘的本钱 对 他其实是没有翻盘本钱的一只角色 那但是就是练 可以让一个敌人离场 这招实在是相当强势 所以我们把场景转到巅峰来看 他就是这很强的坦克 他只要 他只要 你的前排不要被秒杀 他是作为一个负坦的状况下 他提供了卓越的控制 以及部分的伤害 然后还有这个禅 提供的痘特伤害 然后命中跟吸血 也都从这边补足之后 那他只要能成功开出他的大绝 那就算竹坦死了 他也是可以成功 从负坦转型成一个超坦的竹坦 对 那因为在巅峰强 敌人强度不一定有那么强的情况下 他这个升板 其实是就算在没有练的情况下 也是够了 也是够了 所以其实七五三接可用 平民 平民七五三接可用 有克的话七五用一用就好了 三用不到他 用不到他 用不到 那 又来到这个环节了 梦境跟团父吗 我们梦境团父一起讲 没有用 没有用 因为他那个 他那个 其实很多什么趴伤啊 什么东西 那种可以打超高伤害的技能 对梦境跟团父的boss 都是有一定的上限 那 他的练就算可以打趴伤好了 其实也是有上限伤害存在的 而且 他 吸不进人的状况下 表示他获得不了减伤 获得不了减伤 我们要一个纯坦 又没伤害 又没有减伤的角色在那干嘛 等着被宰嘛 对 大概是这样 那值得入手跟培养吗 这个真的不是我说了算 他 大概是五分拿三分的角色吧 五分拿三分 五分拿三分的角色 不管是平民跟游客都一样 那为什么会是三分呢 因为他的升星 要升到三星 其实相对容易一点 对 一点 为什么只有一点 因为他不用花大量的石头去抽 可以从谎言书里面产出 但问题是谎言 是当前最难的勇者书 所以不抱大腿的情况下 要过关 很困难 你要说 那你 我啊 我是抱大腿 抱过的啦 我是抱大腿 抱过的 因为我就讲了 在你的角色 在你的角色 练度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 你不抱大腿的话 你需要 非常专注 非常非常专注 你要以两倍速的状况 精准控制敌人 我们知道 常常在一倍速的状况下 就不一定能精准的控制敌人了 何况要在两倍速的状况 因为 如果你不开两倍速的状况 去打谎言书的话 怎么打都是超时 练度不够的情况下 怎么打都是超时 那就算 就算算你开两倍下去打好了 你打出来的分数 甚至也可能不够你扫当 对 谎言书就是这么的恶心的一本书 所以还是建议找个车长抱一抱过了算 那现在我应该是有本钱去打谎言书 而且是可以比较惬意的打 因为那时候 在那时候四星德鲁仪算是很威猛的存在 然后那时候 有四星德鲁仪 其实打谎言书就可以打得很惬意 那当前我已经五星德鲁仪的情况下 相信也是可以 只是还要磨那个技术 我懒了 懒了 不想打 可以扫就扫一扫吧 就这样吧 所以值得入手跟培养程度来讲 它是五分里面有三分 算是个很不错的前盘坦克 负坦负坦负坦的部分 所以其实你可以发现 泰坦里面真正纯坦 而且甚至可以占足坦位的人 好像也就只有元气而已 真的元气是 泰坦里面比较稳定的坦克 现在来讲 如果讲到双脚童子而已的话 只有 只有那个元气上 你算是比较稳定的坦克 其他人都是有点 不是算很好用的坦克 对 那讲讲跟双脚童子的过往吧 其实当初在测试双脚童子的时候 光他一新的时候 光他一新 用那个链把人吸进去之后 其实就可以 很 该怎么说 很有效的提升他的生存力了 其实50%减伤就很吓人 那个50%减伤就很吓人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测试的时候 就是 他快死了 他开出大绝了 他几乎锁血了 然后他葫芦把人吐出来之后 直接暴毙 就是 我葫芦里有人 我就是无敌 葫芦 时间大哦 就死了 真的就是 把人吐出来的下一秒就挂了 我就 你不是坦克吗 好了 这有一星 这有一星 我们也不能说什么 只有一星还能站得住场 几乎锁血 这超猛的 对不对 所以就发现双脚童子 这只角色 所有的生存机制 完全建立在他大绝上 那虽然说他的五星至宝 有很好的为他的充能提供了帮助 可是 那是五星至宝啊 那个谎言书给的 又那么少 对不对 唉 你要把他三星 还是要自己再弄一些 葷丝给他啦 这是比较难过的部分 大概是这样 虽然说双脚也是可以从刷关卡获得 所以其实 你要把他三星的话 其实也不一定要谎言书 但是就是跟 就是失去了一个获得的管道 对 失去一个获得的管道 那单纯刷关卡就比较慢 对 大概是这样 那双脚童子还有什么过往吗 其实 有啦 他的自宝获得95% 能量减伤之后 我就想说 哦哇 95%减伤 那我三星之后 一定要玩玩看 然后等他三星之后 我拿去玩了之后 我就 啊现在能量控制的人实在太多啦 那个双脚常常死不死都开不出大绝就死了 那就算 而且更惨的是啊 因为他的阵跟爆 那个动作实在是太大 他的前 他的施放 他的施放技能前后摇 是很大的一只英雄 他是一只 施放前后摇 很大的英雄 导致说 他的技能 常常会被打断 能量获取 慢就算了 至少还能挨打 跟打人嘛 可是他的打人也不行 所以变成说 他的能量获取 真的是很惨很惨很惨那一种 所以 给他这么强的一个大绝 我觉得也不为过啦 你说可是他的蝉 不是有斗特伤害吗 哎 韦恩小学堂 你知道吗 在刀塔 决战圣域 小冰冰传奇里 斗特伤害是 不会送能 也不会获得能量的 哦 不会送能 也不会获得能量的 哦 所以为什么有些斗特角色 他一定要有一些 击重的技能 为什么 因为没有击重的技能 他拿不到打人的能量啊 那就变得很弱智啦 所以你到现在 你也不会看到有什么 是纯 纯斗特伤害的角色 你像那个 独藤女魔那一只 我已经忘记他本名叫什么了 他的花的咬人 还是能量算他的 然后那只蜘蛛 蜘蛛女郎 他的技能击重 还是有个击重伤害的 对 所以到目前为止啦 没有一支是完全 斗特伤害的角色 就算是死亡 他也是有办法向前去 向前去普攻 然后跟那个 召唤那个塔 出来炸人 对 所以到目前为止 真的是没有一支 是完全依靠 斗特伤害的角色 要说唯一一支 完全依靠 斗特伤害的角色 大概是屠服了吧 那个屠真的好痛啊 埃及欧 可以直接把埃及欧给秒杀 到底是三小啊 对啊 双脚筒子里面 你怎么不送一支屠服啊 屠服不是之前送过吗 你这时候再送一支 其实也没差吧 莉莉思 哎 改一下改一下 送啊 送起来 反正你五九零 已经送了不少支了 再送一支也没差 不对啊 其实屠服之前就送过 对啊 嗯 好了 以上就是大概 以上就是今天影片内容 喜欢的话都可以帮我按赞 按订阅按分享 那有什么意见 或者想要告诉我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我们第二十二期再会咯 拜拜